听到Jeep,很多人都会想起它的吉普车 以前的越野可是和超跑一样,是人们心中很期待的车 作为拥有77年SUV创造历史的Jeep 旗下的车市场表现力十分不错 最近Jeep的一款新车在进行录制,名字叫做Scrumbler 翻译出来叫做爬行者,是一款Jeep全新皮卡车 这款车在Jeep木马人7L平台的基础上进行改造 车身和以往不同,采用铝织的材料来减轻车身的重量 搭载的是3.6升V6自然吸气发动机以及8速自动变速箱 装配分时4区系统,并且提供前后桥、插速锁以及两区4区切换杠杆 据悉很可能在今年的年底就可以见到它的真容 不要觉得它就跟名字一样只是一辆普普通通的皮卡车 外观是在Jeep木马人的基础上进行设计 它的进气格杉采用七孔式,再搭配一个圆形的大灯组 领式的材料车身就已经意味着它的重量比较轻了 车顶的顶棚设计更是采用了可拆式的三件事 拆卸很方便,再加上一个黑色的硬顶和车身同颜色的硬顶以及黑色软顶 而且这款车生产的地方是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州托莱多的工厂 Jeep皮卡车正式上市之后一定与福特F150和道奇RAM一争高下 希望新车上市之后能有不错的市场表现和销量